国防部长顾立雄一早现身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 而前一天中共再出招指使我国国防部 豢养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 中国每天在对我们台湾在内的其他 还有包括其他跟我们价值理念相信国家 每天在做这些网工害性的工作 所以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他们 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 再次强调皆非属实 只是中方只扣直接点名三名资通电军 现役人员 甚至还有名嘴表示网搜还可以找得到 却有其人 让人怀疑国军资安破防 细节的部分我没有办法能够进一步说明 但是我只能够说这些部分的说法是并不实在的 现在被外界都指控的 国防部已经在调查 那应该就是一个假的讯息 用假的讯息来指控我们 这个我们必须要强力的回复 就怕多透露又让中方有更多资讯 拼凑我国军情 部长院长口径一致 认知作战 只是民进党政府近年喊出资安及国安的口号 变列54亿左右的预算打造资安园区 发现计划执行进度落后 还连续两年执行率未达四成 工程经费集中到最后两个年度 自通讯安全一定是我们现在全军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应该就是说毕竟这个鱼与雄长不可兼得 我们的一个预算或许有些排挤的一个状况 比较重视的像现在在潜舰或者是在这一个 这种船舰飞机飞弹 中方指控宪扯出两岸网军大战 经费人力都得赶快到位 免得成为国防资安破口 欢迎收看陈彦凯装品达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